嗨,大家好,我是丽莎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之前上盆的这个线绝 种下去已经两个星期左右了 现在的话这个土是真的完全干了 可以给它浇水了 这两个星期我可一次水都没给它浇过 而且我摆放的这一个地方通风又好 现在又是这个大夏天 不过它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说明它已经完全缓过来了 所以这个缓苗浇水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等到这个盆土 可以说是真正的完完全全干透之后 再给它浇 你不要看这一段时间 它的这个状态可能看上去很差 没有状态 但是如果盆土没干 你给它浇的话 它是很容易烂根的 哪怕是绿螺那么好养的话 也不例外 不过这个 这一次浇水的话 一定要给它浇透了 不过在这个缓苗期间 如果缓苗期间 就可以经常给它的这个叶面上面 喷喷水来蒸蒸 是 这个叶面也是可以吸水的哦 浇到这个盆底有水这样 再流出 说明就有浇透了 再来看一下另外几盆 有没有缺水 这个还有点重量 不用浇 这个也有点重 可以说还比较的重 可能这个地方没有 刚刚那个地方通风 这个地方 这些的话 现在还不能给它浇水 在那儿 就要 我的 很多 我 没给它 我